金像奖2019,香港女星礼服太松滑落,乳贴不慎露出还继续唱歌,直到下台才知道。 第38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大家除了关心得奖名单外,也很关注在场女星的打扮。许多女明星的礼服都各有花样,像是深舞开道肚气的周秀娜,成功吸引观众目光。 当天于湘宁已有出席该班奖典礼表演时穿着桃红色的胸礼服非常性感,前面线唱时并没有异样。 可能是礼服太松,到表演后期礼服一位滑落,另入天尸首露出,马上被一众眼力望明斯克瑞胜下来。 幸好最后没有变成更灾难的状况。 提到他在金像奖台上不慎露出如天,他表示,我今天全日都和自己奖在台上不好失准,跳舞不好跳错舞步,唱歌不好走音,全部都没事,但就走光。 我在台上好音音局表演,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下台时有人和我将我走光。 其实那条裙很fit,好紧,不过我未试过戴耳机穿这条裙,可能我很紧张,呼吸太大力,不过都只是入贴纸一个,好在有粘贴纸,否则就好尴尬,今次当拿个经验,下次会再准备好点。 有没有不开心,我比较注重唱歌,有没有走音,好在没有,因为这个是我专业。 有没有不开心,我比较注重唱歌,有没有走音,好在没有,因为这个是我专业。 我 proposition,拜计访下来说,没了解! 感谢观看